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 因為三晚那一晚 我們就做了一個節目 就講新年的習慣 但是很可惜 因為我就是 並不是IT的能手 就是懂得一點而已 所以居然商不了網 商不了網就不能夠和大家見面 那麼今天夢會就 神早在加拿大 和大家再補回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就是在科林裏面的《如是我問》 仍然在講農曆年 今次就遂次九年 夢蝕 蝕年就是九 中國人就以天干地之來做偏年 所以呢 蝕就是九 漢就是豬 再過一年 樹就是我的本命年 今年呢 虛到芳華七十 已經是古來稀的人 那麼今天要講呢 首先講了中國人呢 所謂的太歲 那麼如果經過很多廟宇呢 大家都會見到呢 太歲這兩個字 那麼還有很多的 今天主要講的就是 有些人 攝太歲 那曾經有個人呢 就講過 攝字呢 就是攝住 攝住的意思呢 就好像攝棗那樣 其實不是 這個攝就是安裝 那你為什麼要安定安置好太歲呢 那原來呢 在中國的民間信仰裡面呢 就認為太歲呢 是一個很惡的星座 那麼在中國的傳統裡面呢 就發現呢 木星 木星呢 就環繞著一個宮轉呢 就十二年 不是十二年 十二年 剛剛呢 就是一個地址的數目 那但是呢 因為它比較癌慘的時間 那所以呢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呢 它要潤一潤的 那麼中國人呢 就比較容易的計數 那麼就 給這個木星的一個十二年 那就是一個十二年的公轉呢 就虛構了一個 以定的 木星的十二年 這個不是真的 這個是以定的 就剛剛齊齊整整十二年 就說 有一個 木星呢 就是太歲呢 就 那你慢慢呢 就慢慢相信呢 或者安置了呢 六十個 太歲呢 就慢慢相信呢 或者安置了呢 六十個 太歲呢 那些太歲的人 升了為呢 太歲的掌管 他們呢 都是控制著呢 這個 這個 凡間的人的命脈的 那這些人呢 這些太歲呢 升的主宰的 那些神明呢 是不能夠得罪得的 那一說的話呢 連他們的 他們的 名有姓是中國的 歷代的人民來的 多數是元歲 這些人呢 它主宰著 這個太歲的人的命運的時候呢 你不能夠妄清它 這個呢 跟中國的庇位呢 有些關係 就是這個庇位呢 就不能說他的姓 不能說他的名字 遵而呢 有人說說 連他那個姓的人呢 你都要遮忌 你都要避忌 惡成這樣 譬如 舉個例 他是姓恩 第一個甲子呢 就是恩膠 這個呢 姓恩的 因為他是商朝 就皇的大仔 後來呢 在這個 姜子牙封神榜裡面呢 是首先封了他 所以呢 不能夠 那一年呢 因為甲子呢 就不能夠提個恩字 或者小心恩字 或者恩膠這兩個字 都不能夠提 那為了呢 要買他怕 所以呢 就要安慮他的神位在家裡 所以呢 要安慮他的神位在家裡 這個恩膠呢 譬如 甲子年 這個恩膠呢就是 當年的太歲 大家要好好小心他的時候呢 要買他怕 和呢 要安置他在一個好的地方 這個行為就叫做安泰稅 香港人就叫做涉泰稅 剔手邊三個二這個涉字 就是安藏的意思 他說本命年就是和他相沖 而呢如果你將十二個生肖劃成圓的 好像時鐘一樣 你會發現子對著剛剛是五 那就是說子五就是雙重 如此類推每一個時辰都對著一個其他的時辰 這個是雙重 這個雙重那個時辰 那個所屬的地資就為之衝那個泰稅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民間信仰認為 就安了泰稅就要 還要對他對頭的雙重的泰稅都要尊敬 那他呢這個泰稅不只是作惡 還會對他保護著所屬的犯人 他會恥福的 可以跟他驅邪、驅惡 那所以呢要善待他 這個呢有一點是中國人的心靈的一種感受 如果你善待一個人呢 他就會善待你 所謂敬你一尺 就會回報你敬你一像 如果這個泰稅 如果這個泰稅你是惡待他或者是鄙視他呢 自然他會惡待你 你呢 對他就像你一個災禍 所以呢 有些人說泰稅 不能夠隨便得罪的 太歲頭上洞土你不就是爽死 這個就是太歲的民間信仰 信不信呢? 由得理了 這個故事就這樣說 民間信仰就這樣說 有很多人認為 做了好過不做 做了穩穩陣陣 信 穩穩陣陣 安了個太歲 或者攝了個太歲 大家心安理得 香港人的居住環境就比較合作 怎樣在家裡安逢了個太歲 所以他舒服 所以有些廟宇就會做這種生意 他就是幫普通的泛民 家裡不夠大的 就和他攝了個太歲 擺了個廟宇 好好安逢 還有裝香禮拜 你請了太歲去廟宇的時候 也是一個儀式 當然也會製造一些就業機會 台灣試過有些廟宇說 不止他對沖 或者他周邊隔離的對沖 或者那個本命連的周邊隔離 那四個太歲都要安撫 那就多些錢 這個世界就是變了很多商業霸稅的方法 來使人心安理得 太歲有很多問題 今天就只是講著攝太歲 這個古老風俗給大家聽 好了 我轉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就是講貼徽春 或者我叫貼春戀 首先春戀 這個香港 就只是在農家社會 農業社會 很多現在的舊屋都有貼 但是很多文化人家都有貼這個揮春 或者貼這個春戀 貼春戀 大家首先要有一個形式 中國人的字最早是由右起的 因為它是記錄在竹策上 最初可能是寫下去 甚至乎是刻下去 一塊一塊竹片就串起來 就變成了一本書 所謂一本賊者 就是你看看那個文字和童話都明白 用一些繩子串起來 它是右邊起 然後這個格式就變成一個很長賴賴的書籍 攜帶不方便 閱讀也不太方便 於是就把它捲起來了 所以說一卷書一卷書 一卷就是這樣來歷的 卷和策都是古時的書籍 它因為是由右起 所以寫都是由右邊起 黑其實都是由右邊起 如果打橫它都是由右邊起 你看看這個右邊起 看到了 這個呢 和光同齊 寫字是由右邊起 如果春戀呢 都是由右邊起 第一個亂頭呢 就應該在右邊 再它亂尾呢 就在左邊 亂尾呢 就有很多規定的 對偶呢 要動詞對動詞 名詞對動詞 名詞對名詞 助詞對助詞 在陰雲上呢 都是有規定的 平則呢 一定有規定的 讀起來很順厚 就視為一個好的對戀 而春戀呢 所以多數呢 是一種非常有教育性的 還有有意頭的 好意頭的說話 那麼這些呢 掛春戀大家要知道了 就由右邊讀起 跟著側 跟著下聯的尾是平 開頭是平 那麼這個呢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見到 我年輕時在電視台呢 都見到掛鏈呢 是掛錯了的 因為呢 那個道具大哥呢 他未必有文化的基礎 所以呢 他左右倒轉了 那麼這個不是奇 所以呢 大家要掛到春戀 對戀的時候呢 大家呢 要知道了這個 後面的原因 那就會掛得比較 總確一點 好啊 掛完春戀之後呢 我們會講講 掛揮春 那寫揮春呢 當年呢 在 我記得在 灣仔 私出樓呢 你記得私出樓呢 司徒華生呢 那首字呢 寫得不錯 在那裏呢 寫了很多 揮春呢 用來拿到一些 捐款呢 送給他一個會的 那麼 那麗瓦呢 揮春呢 通常呢 都是 含義吉祥的了 比如說 身臟力見啦 龍華精神啦 如果太貪淋點的人呢 甚至是 財猿講盡啦 橫財走守啊 那這些呢 都是 揮春呢 一種 語句 當然是希望成功或者實現 但是人總是有良好的願望 幾艱難之下都希望良好的願望能夠實現 輝春一言之首在春天的時候 大家做了心理的願望 不止願望自己 而且應該是願望他人 其他人一起都是發財順利 身體健康 農雅精神 身臟力見 所以我們看到人恭喜的時候都是恭喜對方 祝願對方能夠成就上述這些說話 寫輝春的時候用無筆寫 通常由直落四個字 中國人四個字是為準的 很多時候是跟四個字四個字寫 掛的時候 或者貼上門的時候 就在門口出入平安 路上平安 這樣就除了是觸遇之後 還有少少警告意思 大家小心點 門慘 現在雖然沒有門慘 但是仍然出入要小心 要謹慘一點 打橫的輝春 打橫的應該是由右邊起毒 現在因為橫寫左邊起毒 所以很多時候就寫在左邊 有些人甚至認為 輝春的對戀 春戀 都應該由左邊起毒起上述 其實這個是違反了中國原來的文化 由起的 如果用中國的古代文化 打橫的都是應該由右起 上述仍然是右邊 左邊是下述 這個大家不要錯 在左起是西方的一種書寫方法 並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方法 講完掛春戀 就講講新年的幾個秘技 中國人的農業社會 在這個中國年的開始的時候 他年28年洗臘腹 在開始就清理了他家中的很多污衛 在年初一開始 年三晚徐席開始 就要清理了很多污衛 在年初一開始 年三晚徐席開始 就清理了很多污衛 然後開始到初七 甚至乎有些去到更遠的日子 都是不再用掃把的 因為掃把這兩個字 有它另外一個貶義 好像趕人走那樣 所以就收了一個掃把 很多人說髒了 做垃圾滿地 有它 有它垃圾滿地 有它紅紫滿地 花開富貴 所以盡量動掃把 這是一個禁忌 說話呢 也有很多禁忌 譬如呢 我們 在年新精頭 就 奏忌不說 一些不吉利的話 譬如 死呀 傷呀 殘呀 衰呀 等等 都不說 亦不吵架的 所以年初三呢 就民族的信仰裏面 就認為是赤口 在今天呢 當時叫做初三 就盡量不去拜年 盡量不去跟人聊天 否則呢 就會惹到成年呢 都會吵架的了 這麼說 那順不順呢 就由你了 那麼 那麼 青年 大家呢 可能不知道呢 農曆年呢 年初二呢 就叫做開業 初一呢 十五呢 很多人呢 仍然呢 是 信佛教 就是不殺生 就是吃齋的 那麼 中國人呢 很多齋菜 例如農曆年的 例如呢 腐竹啊 粉絲啊 豆腐啊 蔬菜啊 這些呢 一年菜呢 都是進食 那麼 比較有個 奇異一些的呢 就叫做蠔 或者蠔屎 曬乾了蠔 叫做蠔屎 那這些呢 都認為是齋菜 那麼 也有一些人呢 認為呢 浮屎呢 不是齋 是生物來的 動物來的 那麼 各有各的理由 那麼 那麼 在 初二呢 一開始呢 就吃 團圓飯 團圓飯之後 第一餐呢 就有蚊 蚊 蚊就是雜菜 雜 那麼 有雞呢 最重要呢 好像年三晚那樣 有魚 魚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菜式 所謂年年有魚 這個是諧陰 我們現在叫做食字 有魚有性呢 在農業社會呢 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來的 就是說 不止 是夠食 溫飽 而且呢 還可以呢 是有魚 就剩下 那麼 古時呢 有魚呢 就沒有雪櫃擺的 那麼 也有一個方式呢 就是分發給一些窮人 或者是黑衣 是一種呢 慈悲心 來的 一個發出來的慈悲心 所以呢 這個呢 年年有魚 不只是 顧著自己的得益 而呢 是要兼顧了社會上或倫理上呢 他們的其他的得益 其他的得益 其他的得益 那這個是好的心場來的 那心場是一個慈善心場 不只是耶教有一個慈善心場 中國的民間 或者佛教、道教都有他的慈善之心 在這些呢 小節裏面呢 都是見得到 大家呢 大家呢 在遵守的時候 遵守這些習俗的時候呢 既然不可忘記了祖先呢 其實呢 是埋藏了這些好的打行呢 在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要遵守 那麼 新年呢 還有很多很多習俗的 譬如呢 我小時候呢 又放炮掌 放炮掌的時候 未解禁 因為六七年呢 左派暴動呢 製造了很多菠蘿 所謂菠蘿呢 就是那時候的土製炸彈 用了很多火藥 所以呢 火藥這件事呢 在炮竹或者煙花裡面呢 就大量應用 所以呢 就在那時候開始就 禁止了農曆年呢 燒炮掌 那時候 六七之前呢 還是燒炮掌的時候 有很多 小的炮掌呢 有大炮掌 有電光炮 那麼 中國人呢 說那個炮掌呢 就是炮竹一升 垂舊碎 炮竹呢 就是當年為什麼叫竹呢 因為最初呢 是將那些火藥藏在竹筒裡面 然後呢 引爆 砰一聲呢 那竹呢 就爆開來 有一個巨響 在古代呢 炮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呢 它是用來呢 驅火藥流黃呢 那些味道呢 是驅很多瘟疫啊 很多疾病 曾經呢 試過 譬如 鄉村或者澳門街呢 都試過有瘟疫 那麼 很多時候呢 那些善信呢 都是呢 抬了他們所謂的 主堡呢 保佑他們的神呢 就出巡 走街 沿途呢 就放炮掌 其實呢 沿途放炮掌呢 就驅逐了或者消毒了很多那些細菌 瘟疫 那模型中呢 就洗一次太平地 乾乾淨淨 但是呢 也歸咎到這個神明顯勝了 最出名的呢 在這個奧湖街呢 就試過有一次呢 抬個拿渣出來 拿渣三太子呢 跟他拒除了很多瘟疫 那後來呢 也在 大三巴聖堂的鄰近呢 旁邊呢 就建了拿渣廟 這個呢 全世界第一間 在天主教的教堂的旁邊 的拿渣廟 值得去參觀一下 其他呢 兩教不能相容 排斥得很厲害 但是這裡呢 大家都 都 寬容 這個 真正的 寬容 和容許 值得呢 學習 好了 那 詩緣校長之後呢 有一個行動呢 大家呢 不知間好像沒有人這麼說的 就叫做賣爛 賣呢 就是 銷售賣出去 那 年三個晚上呢 就 家人呢 就 那些長輩呢 就 准許那些小孩呢 出街逛的 他說呢 出街逛 逛一段時候 一小時呢 回來呢 就將 懶惰的雜星呢 就 驅除了 賣掉了 誰買了呢 沒有說到 不過呢 很多人就這樣認為呢 是賣懶賣懶 就出去呢 啊 將懶惰 就 賣了出去 回來了 是不是勤力了呢 我 這件事呢 各有各說 那 另外呢 這個 這個 垂直晚呢 通常呢 都去花市那裡 走一個圈 走一個圈 看看撞不撞到好的桃花 你慢慢知道 桃花呢 就說 世俗說呢 就有一個 異頭 桃花呢 就有桃花運 桃花運 很多人呢 就認為男男女女呢 互相喜歡的 是桃花運 但是實際上呢 不僅是 這個 男男女女的 互相喜歡 而是呢 人緣來的 等等呢 是需要 很好的桃花 所以呢 不僅是說 桃花運呢 就是 這個 有 吸引 異性的能力 就為之桃花運 在香港呢 在香港呢 通常呢 去花市都買回 那幾隻花 桃花之外呢 就買劍蘭 這個蘭呢 都很漂亮 蘭花現在很流行 有些品種 有些品種 甚至 去到幾百萬 很稀有品種 也有人買 其他呢 為之水仙 水仙呢 有西洋水仙呢 中國水仙 那一槍槍呢 其實呢 頭呢 就開了 自己在家裡放 水仙有個 相當出名的 就是很香的 真是 令到滿室生香 小小的地方呢 放得足夠了 那 買點羽花石呢 甚至乎 有些人用波子呢 那些芝麻布呢 來摘住它 讓它呢 都有成 一個禮拜左右的 其他的花位使得家裡充滿了一種朝夕和歡樂 很多人不止供奉他們的祖先、供奉他們的神台、仙花 而且還作為一種贈送給男女朋友的禮物 鄭花總是中西合璧的一種方式 中國人插這個錨丹、卓藥為之富貴榮華 很少插玫瑰 西方以玫瑰為一種示愛的象徵 有些中西文化的不同 今年屬狗 率年屬狗 狗是一種人類有超過萬年的 一萬年超過的朋友 從考古學來看 很多家人在當年 新社時代已經是養狗 幫牠們看門口吸 做很多打獵工作 因為牠是一種服從性高的動物 即是說牠對主人是特別忠心的 我記得我一個契爺 牠住在沙田的山上公 我跟牠找了一隻狼狗 一種純正德國的警犬 當年我是跟一個朋友 鄧光榮 牠很喜歡養狗 牠自己撕的 牠自己殺的 牠是沒有狗生的 養了一隻 這隻狗 養了之後 霍從性是令人害怕 這種德國的警犬 或者軍犬 牠是任何人餵牠都不吃 只是只有一個契爺餵牠才能吃 那就是說你想讀牠 想迷牠都很困難 第二 牠在中心每天早上等著你起床 起床之後陪你一起走下山 而且那時候還要走一段 十幾分鐘的路 去到沙田的火車站 牠一直陪牠走到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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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走到火車站 然後牠走到舊路站 走到牠的門後 這樣 令我們很感動 我們去到拜年 或者探訪的時候 是有些中心的狗 它不會廢我們 它知道我們是親戚朋友 特別搖頭擺尾來引路、帶路 周圍的狗也知道它夠惡 這種德國狼狗是相當之兇惡的 但它的主人是很純良 也不敢走近它家 中國的那些黃狗也認識 所以狗是一個非常忠心服從的人的動物 有一次我看了一套紀錄片 那一個宰狗 即是吃狗的人的家 它就養了一隻中國的黃狗 到它差不多就想吃掉它 你知道吃狗是 現在的世代是相當之盡惡的 但是在中國人的農業社會裏面 認為載狗吃狗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西方的狗是代表了它的朋友和服從者、養務者 在這個載狗的過程裏面 在這個載狗的過程裏面 這個狗其實知道 那些豬人入手叫它賣來賣來 其實賣來呢 一手已經拿著一塊一枝很大的木棒 準備一棒就打死它 接著就燜它吃它 1900之後就獻身 就會遭受一個殘酷的死刑 但是它仍然服從主人的召喚 但是那種主人的召喚 但是中共的主人不是覺得很重的 但是它仍然有很多東西 而且是天經地異 所以古的時候 還有現在有不同的觀念 現在除了中國之外 譬如廣西有狗肉節 譬如韓國 南韓我見過有罐頭狗肉 越南都是人吃狗 這些使得我很吐心 很可惜 家裡都曾經養過三隻狗 都是很好的朋友 雖然不是全部開屋的狗 但是他們都忠心謹謹地對開屋和主人 尤其是有的主人 相當之服從 當我孫兒子初初生牠回來 從醫院回來的時候 我特別要介紹給這些狗認識 這個就是我的孫兒子 小時候寶寶回來 你們要好好保護牠 那些狗似乎有靈性 全部聞一聞小孩子 以後都不會跟小孩子作對 或者牠都知道這是其中一個主人 所以牠們也很服從牠 甚至被牠騎 玩了 所以狗是一種這樣的動物 但是奇怪 在中國農社會 我找了百幾句 關於狗的成語 里語 言語等等 都未見到有一句是歌頌 譬如虎 龍這些 生肖都有很好的歌頌 龍話精神 呼呼聲風 但是狗和豬都沒有 真是奇怪 連雞也有 雞也不行 所以最近看到一些朋友來興學 就是旺旺 日字邊還很旺的旺旺 狗旺旺地叫 用了這些句 使得你是一個很意頭 其他呢 似乎都找不出一個好的意頭 用狗字來的 去連容 一般都是不好的 譬如說走狗 狗奴才 或者狗口掌 不出象牙等等 百幾個都是不好的 中國農業社會 真的很負心 對於一個這樣的忠誠的人 忠誠的動物 竟然沒有一句說話 每一個言語是用來歌頌他們的 如果有呢 請大家指教 指教 好了 今天我補償了新年的御視網民 呂王她仍然開工 新年開工大吉 所以也希望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科林這個節目 那麼今天短端地做了應節的呢 就跟大家交代交代 多謝各位收看 再恭喜大家新年快樂 健康進步 拜拜